直去帶您關注奧運賽事 第四度叩關奧運的雷姆雷千瑩 她是中華射箭代表隊 本屆僅存的最後希望 在項目也交手了南韓勁敵全勳英 雙方是一路打到4比4 可惜雷千瑩在關鍵第五局的最後一支箭 射拼了只有得到7分 最終以基點4比6 止步16強 射箭國手雷姆雷千瑩 在巴黎奧運女子個人16強賽事 對決南韓好手全勳英 開賽對方首支箭只有7分 雷千瑩則是8分 後兩支箭分別為10分與9分 保持穩定狀態 以28比27率先拿下首局 第二局雷千瑩連兩支9分箭 第三支稍有偏差 以26比28讓出這一局 第三局再以3分之差距離劣勢 到了第四局雷千瑩單局 兩支10分箭扳回一城 到了關鍵第五局 很可惜雷千瑩最後一箭出現失誤 2分之差敗下陣來 止步16強 射箭國手雷千瑩 從18歲征戰到34歲 2016年里約奧運 女子射箭團體賽拿下銅牌 2019年市井賽 女子個人及團體拿下金牌 2024是他四度參加奧運 首度闖進個人16強 過去受訪時他曾說 隨著年紀增長 他把每一場都當最後一場來珍惜 儘管這回巴黎奧運 無緣晉級 但人拿下個人奧運最佳成績 記者綜合報導